到底 放手需要勇氣 不過堅持更需要 璀璨人生 星期一二晚八點半 100台勾香港台 立邦靜美兒童七 守護你獨一無二的孩子 從事五金塑膠業務 多年的嘉利國際 由一間小小塑膠廠 發展成高峰期 擁有過萬員工的上市公司 今年成立35周年 為解決勞工短缺 和保持行業領先地位 集團至07年開始 豪資超過5000萬人民幣 增設數百台陸續機器人手備 實現在一條生產線上 人機合體智能化 細集團生產力以幾何級數倍增 成為業界橋座 業務更上一層樓 中銀香港熱烈歡迎 人民幣國債在港發行 由即日起至12月14日 客戶更可獲享連串精彩優惠 封城機遇 響片傳承 全球頂尖馬戲班底 飛天離地絕機團 可能是這個聖誕最棒的 最佳合家歡節目 驚險刺激 令你看到目瞪口外 12月22日至1月3日 亞洲國際博覽館聖誕公演 立即打快達票熱線 三日二百八二百八 畫上網 用www.hkticketing.com撲飛 一座 開拍攝 好 好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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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們最大的支持者說 我比我第一次走進來 全新的說話在我的臉上 這整個月在FYI上發生了 你現在看的是Now!香港台 從漁村到國際大都會 香港絕對是一個奇蹟 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 以中標業、玩具業、塑膠業等 為首的工業,突飛猛進 不但帶領香港的經濟起飛 更令當時一些細型的工廠 發展成日後的大企業 而成就這個奇蹟的 除了時勢,不少得的 就是一個個勤奮肯捱 靈活變通 又具有廣闊眼光的香港人 你問我,我現在在台中 是否很開心 我現在的絕對… 我現在要去找某個碟子 然後很開心 我現在要去找某個碟子 即是做了這個產業 35年前,我們正式建造的 應該在觀塘 當時錄影帶很興旺 我們整條街 將貨物貼在工廠 從一個工廠調到另一個工廠組裝 在大業街,我們的產品 跌至四周都是一樣 因為為了效率,有時跌落地 也沒辦法,我們的生意挺興旺 最後搬到荃灣 佔地大約11萬6千呎 我們令到很自動化 日本機器也有100多台 因為組裝,人力要很龐大 30年前,將我們的組裝業務 搬到鳳江的岩田 但我們的年代沒有這些設備 全部都是用屁股去解決 甚至是用慘 一刻一刻作出來,慢慢坐出來 你們的年代會快很多 不用太傷腦筋 我們因為要做家貧,他就說 最好是學習一門手藝 我們從澳門出生 澳門沒有擔心 我們去香港,跟師傅 是我的親戚,進去當學徒 公帽也有多少創意 還有多少藝術成分 我對這方面的挑戰 我一直都很願意去做 坦白說,做夢也沒想到我有今天 我們做學徒 或者讀書那麼少 但今天我在這方面 我不讓任何人輸捨 這是很感慨 之前我跟一個很知名的大企業 一起合作工作 因為管理不時影響到 最後要分手 當時對方的一個大企業 他有很多人才 讓他認為我是小學生,是牛腦 吃草的,絕無資格管理 從那時候,我的心肝整個改變了 做得到延續了一個企業精神 是最長久的企業 而那個大企業 在10年前應該倒閉了 我相信人最重要是靠激勵 這個潛質 不能夠用讀書多少去當成一個點 我對何生的感覺就是 他是一個比較有創意的人 以及一個比較有毅力 一個很勤力的老闆 他想到一些創意 他不分星期六、星期日或假期 他會馬上把創意記下來 發訊息或上片給我們工程部 把項目盡快更改 或者去說一些他應該要做到的事 他是不停地爆發很多想法 可能一天之內 他可能有四、五個想法給我們 對於我們來說 是不停地應付他們的想法 其實壓力也很大 但是是互相推動 有推動才有進步 我們在1939年前 我們利用了甲叢養一部收音機 我想這個設計應該在當時很震撼 玩具加收音機 再後的產品也有37年 這個搖控車 可以零食搖控手指 一按一按就卡會掉 以及上卡 當時我們在做遙控時 我相信也是很有名的 我們第一桶金就是這個露影帶 當時我們做的數量都是頭幾名的 這是帶給我們很重要的資源 在後期我們利用一張IC智能卡 我們做了很多產品 在我們的廠房裡 我們插卡進去 我們讀資料和QC 何時來查過 做管理上的監控和分析數據 設備上或工業上 曾經利用智能卡,優化了 我們收購了一間金屬公司 做了很多機箱 整個伺服器的機箱 也有五、六十公斤重的 所以我們利用拌筆去生產 減少了工序上 而且會比較節省人力 以及很多方便 1996年上市 我們的客戶是歐洲的 在那段時間 有些歐資銀行對我們很信任 對我們的借貸絕對很支持 我們上市第二年 泰國金融風暴 歐資銀行在亞洲風暴 設資設得最快 銀行跟我說過的學生 第一,你上市了 第二,我們今天的政策改變 我們要做銀團貸款 做銀團貸款 我們做工廠的 他就要拼氣了 他說我們現在要收女傘 這是我的辦公室 亦是當時的我的作戰重步 我記得當日是年三十萬 我的財務經理很起衝衝 就來跟我說 他說一分鐘後 某銀行將會透過這個位置 有部傳真機通知我們 我們的借貸立即取消 包括我們有三百多萬 員工出糧的錢 他都會凍結我 要我們重新再存錢 讓員工出糧 當時我聽到很震驚 我意料到我立即拍攝桌子說話 我仲誠世界 一間上市公司不是太多借貸 我們是做工業的 很循規的道具去做 當然,這個風暴 說得很簡單 但當時是很危急 當時外面是外憂內患 可以用兵方馬亂去形容 大河先生當時很臨危不亂 當機立斷 他知道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人 很清晰的指示給我們 應該怎樣去打這場仗 我們很快要透過各有的農村銀行 一部分借貸 或者我們再去賣單 很快就解決了我們的危機 做管理者應該要逆向思維 當有這件事已經發生了之後 我們反而反過來 很冷靜 而且要一步一步去解決 不是騰雞就可以了 一個企業最重要的是 適當時候,一定要主權在我 首先,大家看到有法理情 法治是很大,情是很小的 我們一定要強調理由性 人情當然在這個社會 很注重人性管理 但我相信法治和條例 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任何條例 人們的管理就很困難 一定要活生生地讓人看到 我們的法治比較大 行政條例比較重要 何先生在管廠或管公司 有他自己一套很獨特的管理手法 他自己經常掛在後面 說那些方法是土砲的方法 包括我們在管廠 不同的事業單位 他要用不同顏色的制服 拉上新的員工 他要求可能戴帽子 或肩帶 都要不同顏色 方便管理人一目了然 很容易分辨 這是新員工 你作為組長要多看他們做的產品 沒有因為他們新員工 培訓不足而出現品質的問題 這些其實包括日本 西方都很先進的管理手法 我認為他們是一個有超強信心的人 原因是第一件事 他在公司裡很放棄的投資 原因來自是對公司的實力 另外第二件事 他自己有一個管理概念 就是凡事皆可樂 即使有些是我們現在做不到的事 當我們是團隊精神的話 認為我們一樣可以做得到 由我們讀少 在社會上而比較辛苦 模仿我的思維 在任命 很多時候都是來自我日常生活 我很喜歡看電視 我相信電視是讓我們看得到 是整個社會白帶 時代最流行的東西 看到資訊節目 或是一個電視劇 都能教導我們很多邏輯 而透過這件事 我們可以將我們生活化的東西 我們也可以改進了 我們的工業上 或是我們做人 可以利用這件事 去做我們很多的核心思維 最重要的是做到老也要學到老 儘量去到緊貼的資訊 以及社會,不要脫節 所以到我們中老也好 我們最後有口氣 我都很希望我的企業 大家透過互動 一起希望對未來做更多事 每一個年代 有不同的際遇 適時考做 如何為了這個社會多做更多事 為了未來 我們如何多走一步 很有信心,一步一步 會將我們轉為文化產業 接下來是播映 Miao Sports Every Day 2015 歡迎 我們 foggy 我們今天來想動 我們看到 我讓我們解釋 我一定要戴 Tilta 請問 你們選擇 所以我們要做 讓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 就是人家的工作 我們打算 我們要去做 18點半, 100台勾香港台 殺到你了, 走啊 真正幫寧秀業清理門戶的地獄師姐 Change Angels 是我秀人, 生命救命 只會找人, 那香港人呢? 真的不像 學人般資料? 訊息全都沒有了 來吧 只有經濟挑戰, 才算是自強服務 衛信, 手機服務自強 從事五金塑膠業務多年的嘉利國際 由一間小小塑膠廠發展成高峰期 擁有過萬員工的上市公司 今年成立35周年 為解決勞工短缺 和保持行業領先地位 集團自07年開始 普知超過5000萬人民幣 增設數百台陸續機器人手臂 實現在一條生產線上 人機合體智能化 細集團生產力以幾何級數倍增 成為業界翹楚 而沒有更上一層樓 為何我可以經常少得這麼燦爛 這枝是甚麼 Dr.White, 升波震動牙刷 它設計時尚 還有每分鐘高達22000次 升波震動功能 能夠令你的牙齒保持最佳狀態 更方便攜帶 這麼多款, 配上衣服也行 Simply Beauty, Dr.White 永鋒金融集團 香港應可駐金箱 實力紅厚 貴金屬實貨 交易量龐大 信心的保證 投資服務選擇多 佣金優惠震全成 股票 佣金低至0.05% 國內客戶還有優惠 香港及環球期貨 低至5元張 金銀800保證金交易 資金系統穩健可靠 網上及智能手機落款 安全快捷 即打2038690查訊 永鋒金融集團 均勞動 字幕詞維